全台创意斑马线来看到 有网友在新北市土城一间大卖场附近 发现地上的斑马线头尾两端 真的画上了斑马的图案 而且画功精致 清楚呈现了眼睛还有神情 让网友说这才是我要的斑马线掀起热议 而另外呢在新北市淡水 也有一个3D立体斑马线 借此提醒用路人减速 还有在南台湾高雄博二艺术特区 也有一条鱼骨头斑马线 成了热门的打卡景点 平常穿越人行道脚下踩着的 都是像这样子黑白线条的斑马线 但是走到镜头往前一看 居然还真的有一只斑马 许史如生的斑马头画功精细 另一端还有个俏皮斑马臀 头为两端形成一只斑马 名副其实的斑马线 让过马路的民众都忍不住拿起手机照相 有网友在新北土城一家卖场附近 拍下了这张照片 搞笑的说这才是我要的斑马线 吸引上万名网友点赞 超萌的画面让网友直呼 不能怪行人不走斑马线 要怪斑马线不够斑马 全台各地的马路都这么可爱 我一定愿意每天出去 更有人预言这里会不会变成打卡景点 我觉得可能对小朋友会比较有帮助吧 让他们认识斑马线 然后注重交通规则啦 还蛮厉害的 蛮有艺术那种感觉 盘点全台各地造型特殊的斑马线 新北市淡水就有一处停车场入口 化式3D立体斑马线 利用视觉效果提醒用路人减速 另外在高雄博尔艺术特区 也有一条鱼骨头斑马线 成为热门打卡景点 创意斑马线 要用视觉效果提醒用路人 有趣的设计也让过马路增添乐趣 这日李肃瑜 许兄明 新北市报道